職業美式足球洛杉磯公陽隊 這個星期天擊敗辛辛納提孟加拉虎隊 拿下了超級杯冠軍之後 記者所在位置在洛杉磯的紀念體育場前 這裡有一場萬人的冠軍慶祝活動 以及風王大遊行 我們可以看到除了洛杉磯公陽的球迷之外 棒球的稻奇隊球迷以及籃球的湖人隊球迷 都一起現身來慶祝三個職業運動的冠軍 在這三年內都在洛杉磯 天使之城在今天成為了冠軍之城 我們來看看現場的情形 眾所矚目 勇奪第56屆超級杯冠軍的洛杉磯公陽隊 正中球星和教練團 這一天齊聚自家城市爬上大型巴士 為奪冠慶祝遊行揭開序幕 上萬球迷湧上街頭 簇湧車隊夾到歡呼 空中飄散著藍黃色紙花 有人冒險爬上圍牆 交同好制爭賭球星 為公陽隊的勝利吶喊 洛杉磯近年来堪称是夺冠胜地 除了今年的洛杉磯公羊 NBA洛杉磯胡人队 以及美国职棒MLB的洛杉磯到齐队 2020年也接连拿下冠军 只是当年度碍于疫情无奈取消游行 如今疫情趋缓 各路球迷也出游同庆 刚拿下超级杯最有价值球员的球星库普 更是胜赞洛杉磯是一座懂得拿冠军的城市 并归功给已故NBA球星Kobe Bryant 感谢他奋战的精神树立独冠的标杆 公羊夺冠点燃炼炼火 至始之城的冠冠冠药 中央社记者林鸿磯 洛杉磯报导